現在我要講的是 日本男生 怎麼說呢 富米怎麼了 我覺得 喔對 日本男生就是這樣 對對對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大學同學 他在台灣念書 然後他是日本人 他又遇到一個日本人的男生 這同事有一點小問題 就是最一開始那個女生 已經在一個公司工作 然後接下來那個男生進來是行人 那最一開始他沒學過什麼 所以當然就是常常會去找 就是在那邊比較久的人來教一下 那邊比較熟悉了之後 他上手了之後 他就開始有時候 他自己已經有自己的 要做的報告啊 工作什麼的 他還是會跑過去問那個小姐 就說 不好意思 我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幫我一下 我幫你買一杯咖啡嗎 交朋友 然後因為我朋友是日本人 他就這樣子回答 當然可以 然後就很高興的幫助他 然後就是接下來呢 就是那個男生 他的報告都做好了 好幾個月他都在寫這個 他出來了之後 就是那個老闆又誇獎他說 哇 你寫得真的很棒 你這麼厲害 剛來了一下而已 然後他其實我那個朋友 又看到那個報告 看到報告的時候 他真的嚇到了 就是裡面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他自己 又看過 又綁過那個男生改變的東西 然後那個男生一次從頭到尾 完全沒有說就是那個女生又綁到他 後來那個男生被繩植了 然後就是一直還沒有講出來 所以就覺得 其實日本人的那一種心急 真的有時候在工作方面 可能會比較重一點 我是不是反駁他啦 我今天是同意他的啦 其實很多人真的是誤會這件事情耶 假如日本人覺得非常有禮貌對不對 日本人的禮儀可能全世界最好的可能 這全部都是錯誤觀念耶 我今天要重新跟你們講一次喔 日本男生 沒有包含我 沒有包含我 我之外的所有日本男生 其實非常心急 心急非常重 非常的自私 而且不會考慮到別人的感受 不會考慮別人的想法 所以你說夢多怎麼了 沒有...我沒有說他... 我說別的... 別的日本男生 我先講一個舉例好了 我之前的經驗啦 之前我跟有一個日本男生 一起去打工對不對 去打工之後 我們就是過了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去漣漪 我們為了漣漪去敲班 對 那我全部都說好的 我們那一天去敲班喔 你們不要講... 然後敲班了之後 我們就被老闆發現 當初假如小人哥是老闆 問我們 那我們都不會講誰出頭的 但是老闆有一天就是 就一個一個去問 誰帶頭的 誰帶的 我結果我真的沒有想到耶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直接跟小人哥說 那是敷米帶的 都是敷米的錯 全部都是敷米的錯 那個公司打工非常好 一個小時我可以賺一千五百日幣 因為他這樣出賣我 我直接開除了 而且我要罰錢耶 那到底是不是你去慫恿大家要敲班 是他說的 喔 結果他直接出賣我 結果變成他說他是一個好人 所以他就變成說 以後他就直接升級 當個那個... 那個Bite leader 就是那個... 打工的leader 是 對 他就當打工長 我就被開除了 被開除了 對 這就是他... 不是... 不是... 貝德羅今天穿得好正式喔 這是假君子的基本 喔 假君子的基本 要穿個西裝 OK 但是其實我覺得工作上 最假君子最危險的就是 美國 喔 美國男人怎麼了 其實美國還好 就是賈士廳 賈士廳真的是 工作上最有心機的一個賈士廳 你這是針對於人 不是針對於人 對 他直接講什麼 是怎麼了嗎 賈士廳 我是跟他去那個外景嘛 去香港 然後也又去高雄外景 他每次對那個工作人員的態度 是很...很客氣啊 就好像一直做一個很好的人 就是那個聲音很溫柔 然後尤其是如果那個工作人員是美女 他就會創造那種假象 自己是個文青 就是我在家裡一直喜歡彈吉他 他在家裡是不是一直打電動 他也有啊 可是他確實有一直在彈吉他 有彈吉他 他沒有在說謊 他真的到處都在彈吉他 走廊也在彈吉他 我就是經過的時候都不知道 要不要丟銅板給他 但是他的那個態度就是真的很 雙重人格 他就是對工作人員很客氣很禮貌 但是只要是對他沒有利益的人 他就會變一個人 然後就展露他的那個整面目 就是一個小人 我們要開錄的時候他就說 那個...他就改那個聲音 就對我說 欸 你的那個奶頭可不可以... 就...我這樣沒有辦法工作啊 這樣我就...他一路就有一點不爽 但是他就繼續說 那個... 佩德羅你的腋下好臭 我... 確實啊 確實 你真的很臭啊 對啊 而且你一直真的露奶頭 你們在那邊主持節目 主持人不應該一直露奶頭了 對啊 在賣肉還是什麼 我們是夥伴可不可以幫忙 第一個 你奶頭可不可以蓋起來 那個聲音他又跟我訴苦 我完全理解他的痛苦 你繼續講 我等一下幫這次講話好了 的確我等一下是很濃的 但是我這個是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不可以在開錄... 開錄之前講啊 就是...對 小人 OK 他抱怨很細節耶 對 對 沒有 我是覺得他... 沒有 真的沒有資格講啦 因為... 這個... 你知道這次是一個很亂的人 就是...就是沒有... 沒有... 好好規劃事情的人 嗯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個亂 是工作就是... 是喔 很隨便什麼的 可是跟佩特羅在一起 Justin覺得 哇塞 我終... 終於知道你為什麼一直念我 我一直念Justin 他說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你對我那麼嚴格 嗯 因為... 他跟佩特羅一起工作 就覺得... 他比我還瘋狂 就是完全什麼話都不聽 然後Justin就變得非常有責任感 突然覺得... 我要好好主持這個節目 那佩特羅在那邊亂跑 他們要... 開始 佩特羅在哪裡 不見了 找不到人 不喜歡 他就是... 他在那邊爬牆啊 可能不知道去拿拍照 對... 去拿拍照 又在拍照 對... 所以Justin就覺得他怕 因為他的關係 他自己的那個工作 表現會不好 所以他很擔心會影響到Justin的表現 所以他一直念佩特羅 他就不能接受這樣子 OK 佩特羅就是比較freestyle 我這邊也是要贊成一下是美國男人 怎麼了小畫家 因為我其實在之前去美國的時候呢 在台灣就認識了一個美國男生 然後他就一直就是講他的國家有多好啊 如果去美國一定要找他 在台灣的時候他就不停的說 你什麼時候要出國啊 因為他回到了美國嘛 然後好 我就終於有一次真的要去美國了 結果我去到的第一天我們先休息一下 第二天我才會問訊息他說 我們在美國哪裡 離你近不近啊 他說很近啊 你可以過來找我啊 我帶你們去一些 你們都絕對不會去到的地方 他說想好 有一個當地的人也是方便 結果呢 再聯絡他說他第一... 後來時間快接近了 他就問我說 你們有幾個人啊 男生還女生啊 我說有三個女生 他說那好... 所以他聽到女生 第一個就已經先雀躍起來了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說可是我們要先去 就是遊樂園玩 那你們要不要一起過來這樣 他就說遊樂園喔 可是我們晚上有計畫要去酒吧 就是喝點酒 你們剛好三個女生嘛 就是我帶你們去比較安全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遊樂園玩很累 我說那你們沒有要來 那我們今天行程沒有要晚上出去 因為隔天又一大早 他說好那就先不約了 第二次要約就說 那今天我們要去餐廳吃飯什麼的 他說我們等一下也是要去夜店耶 然後他說你們那邊有誰 我說吃完飯我沒事OK啊 然後他就說 我說我這邊有兩個男生 然後他就說 蛤 那算了啦 因為我們也是三個男生 這樣不好玩 然後就也沒約 結果從頭到尾我到美國 整個行程我都沒有遇見過他 他只要聽到 為什麼妳的行程會從三個女生變成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 因為三個女生有的生病不想出門 然後那兩個男生想跟我去看展覽館的東西 對 然後反正他就是 我覺得發現美國人 一開始的熱情都是假的 因為他後來根本就是把我當妹頭嘛 我問有沒有妹啊 有的話那在一起 然後又要去他們想喝酒的地方 他才要出現 所以根本不像他在台灣說的 喔沒有啊 你來就是找我 我在地陪然後招待你們去哪裡 都沒有遇到啊 沒有這回事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的熱情是假的 對 我同意這個看法 尤其是我覺得大都市人 你也是美國男人 大都市的美國人是特別嚴重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認識一個美國男生 這個人是來自紐約 然後我朋友在一個心靈導師的團 一個聚會認識他 我的那個朋友也是台灣人 他後來不想去那個地方 因為他覺得太商業化了 那那個美國人 他那時候需要地方住 然後他就問我的那個朋友可不可以 住他的家 我朋友就說好 OK 他們有公寓 那有一個空房 就讓那個美國人搬進來 但是那個美國人說他沒有錢 所以他沒有付房租 他免費住在我朋友的家 然後那個美國人也是參加那個聚會 他說我想要在你家舉辦 下一次的那個會議 我朋友就覺得 嗯 好啦 我想心裡是好人 但是那個美國人也問他 你要不要參加他 我朋友就跟他說 他說其實我不喜歡這個 因為有一點太商業化了 他有跟他分享一些看法 覺得那個原本的那個舉辦人 是有點奇怪 美國人說 對啊 其實我也覺得奇怪 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如果你不要 我不會邀請他 那我的朋友說好 你如果不邀請他 你們可以在這邊舉辦 OK 好 他們開始了 幾個朋友來 然後他們坐在那邊 開始分享一些心得什麼 突然那個 原本的舉辦人 我朋友不想再面對的那個人 他突然也來了 是那個 美國人邀請的 然後他就 他也來了 然後我朋友就已經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那個美國人就說 好 我們現在分享自己的看法 輪到我的朋友要分享 他有點不敢 因為他就 他怕他講實話 他就會討厭他 那個美國新領導師的人 他就覺得沒關係 放心 你完全可以講你的 真實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 給我們成長的機會 他就講了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樣子不對 你們這樣子花錢 虛偽什麼 他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真的很糟糕 你很討厭什麼的 然後我說 其實他那個 原本那個舉辦人 他也 我沒有邀請他 突然來說 你怎麼可以不邀請他呢 你真的很糟糕 你這個是一個假朋友 我們以為你們把我們當朋友 根本沒有什麼的 那個那個美國人 就說他自己 自稱是 心領導師 就發表 非常 就是 完全 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勢 說 你這個瘋子 我討厭你 你是一個 黃八蛋 什麼 你完全在利用我們 可是重點是 他免費住我朋友家 一直在利用這個人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子對待我 我請你搬出去 什麼的 請你搬出去 他說 我覺得你再虐待我 要打1190 什麼 但是他就在抓狂 後來就是完全 為了讓大家 討厭我的那個朋友 而要 就是 挖洞給他跳 然後後來就 完全不能聯絡了 他所有的其他的朋友 沒有不想再跟我的朋友聯絡了 這樣子 嗯 我覺得有時候環境所逼啦 才會不得不 當個小人 有時候你當個君子 反而 是會吃虧的耶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 再見